大家好我是幻星 今天我们带来几场视频 其实蛮早的 因为都是10月份的 但是肯定是没有录 因为我上一期录视频的时候8月份 这个意思我的素材大概能准备到这 对吧 这8月23我不知道录过没 我一会检查一下 那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一期 第一刘备主 但是我们不要老蛮刘备 这样子会审美疲劳的 所以选了一局借曹操 其实我觉得孙权不适合现在的节奏 主要原因是所有人都会玩 曹操还是属于一个卖血的 那个不管怎么样吧 来看一看 这边直接去忙这个蔡文基 因为这个独菜 就是什么杯割菜 肯定是犯贼 因为选将规则限制了 其实我也不介意他是忠诚 但是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觉得忠诚选 蔡文基会坑内间 所以在不成文的规定就很少有忠诚会选 所以我直接忙他了 忙一忙吧 无所谓 打了血让他留两排过 也是抑制他后走的杯割 反正我其实我也不怕他杯割 乐我没有乐 因为有张合 钱都乐也没什么感觉非要乐的人 乐领头没用 乐蔡文基我觉得他弱 乐公孙渊还有可能中内 所以我们先等一轮 无所谓 公孙渊开万键 就是希望直播的朋友们弹幕我是没办法仔细看了 因为在录视频 开万键肯定跳中内了 这个不管了 这边王毅无限了我了 不给我吸 但是这边跳个忠诚 跳个巡遇忠诚 我觉得是好事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巡遇跳个忠诚 对于任何武学主攻说都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个这个武将太强了 不管对孙权来说 对刘备来说 哪怕是对曹操来说 有这样子的忠诚 你都觉得我们降面提升了一个档次 这个就是巡遇的作用 这边跳反 这个巧遍乐 对不起啊 周宇实在是不好意思 人家一偷就偷到乐了 这我特别的 我特别的心疼 这个乐其实害了人 当然我们直接乐也不好乐 对吧 啊 现在算了 就周宇只能说 你好尴尬 现在是齐了的 刚才他打无限 反正是齐了的 但起手这一下 我们就觉得有点烈士了 对吧 当然在烈士局 我们如何获得比赛的胜利 这才是我们录视频的关键 这时候我直接拿桃驱虎了 那个都说是烈士局了 呃 就不要考虑什么了 能打一点是一点 到我那能吃菜就吃菜 先确立一下人头优势再说 无谢无谢 我觉得留那一桃 只不过延缓输的时间 我是这么理解的 反正他们要死就全死了 哇 这边公孙岩死了 公孙岩内建 完了还要寒冰 哎 这个我能护驾 还要护一下 我很关键的 哎 这还要被寒冰一下 我们的虚报的无中 不要被弄掉 桃子无所谓 桃子弄掉的话 有个好处是张合 都有可能偷不到这张桃子 其实这三张牌 哪张牌对我来说都蛮好的 无中能提高我们过牌 然后捡一马和方天换己 都是能够刷到巡域卖牌的 但是很可惜 灵桶动完以后 我就没牌了 哎 还好给了我 啊 他为了杀他们给我 啊 这这不错 不错 不错 这就转折了 这张牌转折 往不准以后我就 也许不是啊 一杀三 带巡域 出了三张A 把他们全放死了 就是我是乐过的牌 张合给我留一下 我觉得还是不好 他直接驱虎卖牌了 我这个 这个他驱虎是准备打菜文鸡的 不过还好 有距离了 有距离不影响 我们来找一找 他本来是好像是要驱虎打菜文鸡 还是网易啊 我觉得打菜文鸡吧 我们该直接吃菜了 这个时候还建议这些东西干嘛 我这是我是刷牌还是吃菜 我看一下啊 吃菜了 因为刷牌少一刷不出连弩 也没什么用 不过对面有桃 因为张合不能偷牌了 所以呃 这个 无所谓的 啊 这边我们都是空手牌 熊玉还是有截命空间 其实对面 只要慢慢的打 应该是稳赢的 那我看一下对面到底是怎么奔盘的 有驱虎空间 张合这边可以 啊 这反正都是什么 那他这边驱虎是继续卖牌 几个点数蛮大的呀 我出神牌了 连弩 这个非常的关键 谢谢晚秋的桃子 先看无中 这边我直接连寻玉是为了继续刷牌哈 这必须在我回合打崩对面 但是没想到蔡文基直接就死了 我还以为对面还有桃呢 如果这样子的话 对面可能桃比较少 那我们就直接把王叶推死了 直接进入RV2 那我们有桃继续刷 因为我能过很多牌 四张牌也是牌嘛 但是过的牌的质量就一般了 如果 如果能再出一些别的把张合打死的话就好了 但是我们通过这一轮 呃 巡遇给我们解命爆发 完了 出了连弩 推死蔡文基网易 也让我们特别紧张的局势 呃 有了机会 这边张合巧遍 等一下啊 这个时候就要击牌了 我跟你们讲 就有 有很多动作 张合其实拿到我的黑桃杀 好 这个他现在的手牌是群域的手牌 那就是你 反正当时比赛的时候 我们就要记张合的手牌了 这个一定要把握住 因为你非常需要张合的手牌 告诉你 他是什么牌 这张合是不是要巧遍 以这个 灵桶的灵桶的东西了 这巫谷没什么用 反正巫谷也开不出去 这边顺手他顺不到 哎 刚才一个加一也是防他顺手 被顺一下 好 这边贴锁 杀我 可惜尖雄不了了 这个好了 八卦阵白拆 这样子的话 他旋风只能拆一张牌 我觉得是赚的 没排顺 特别尴尬 张合这边摸 他们决定推我 他们不敢杀巫谷 现在杀一刀巫谷 巫谷就特别干 就直接杰明武装牌 他们 承设不起这个刷牌的 这个过程 但是我决定刷一下了 因为我觉得灵桶留的是闪 但是刷的效果很一般 我没有出多杀的牌 我没有出多杀的牌 比如说出个AOE什么的 也没出桃什么的 那这边拼了两个无限 不让他去旋风出来 这边拿桃 我的梅花七 这边我直接九杀张合了 这为什么啊 那个首先 我南蛮是肯定能 有可能打到灵桶求逃的 所以我唯一的就考虑 这个张合能不能死 别跟张合进了单挑 张合进了单挑的话 他把简一移 移给他的话 他加一是卡死我的 所以你们现在别求的是 灵桶死了 你就赢了 灵桶死是单挑不过张合的 他只要把距离一移 加一是卡死我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要考虑灵桶死不死 而考虑张合死不死 而张合死不死的前提 就是我能不能杀死他 所以我直接九杀测一下 如果杀不死的话 这一局就算放死也不好放 而且也不一定有闪 一是他凉血 出杀二 寻遇刚才那个牌 也不会去流闪的 因为我们是烈士 难道他别人杀的 还会去出闪吗 而灵桶像是有闪的 因为灵桶一直是没有八卦阵 我是能杀到他的 所以灵桶肯定是有牌 是流闪 所以不可能九杀灵桶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就赢了 当然我是白板 灵桶还是有技能的 不要裸摸一些装备 裸摸一些莫名其妙 我现在留杀 只要留住杀 回合内维持住输出 我就赢了 所以我不可能 白板去把杀浪费掉 太难满 我就不出杀了 最终打死了 这个就是 这局当然也能体现出 群域牛逼吧 但是是这个视频 我把它删了 但是也要体现出我们 果断的去刷群域 找到翻盘的点 包括我中期都不留桃子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就有时候烈士局 就比如说我们在场面 打不过对面 有时候桃子这种牌 只不过是拖元输的时间 这是我在好久好久 好几年前视频 就给大家讲过的 很多人玩三国杀 把桃子看得太重要了 就当你这个局势正常 就是你脑杀 就以咱们正常的水平 脑杀下去 你都觉得我们没任何翻盘希望了 这个时候最没用的 其实是桃子 那个反而最有用的可能是一张五谷 哪怕这个位置不好的五谷 这个为什么 自己去研究一下 好吧 因为你想翻盘 只能找到K牌 而更多的过牌的方式 五谷是一张特别强势的 如果你们真的非常需要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贴吧 我在12年13年就写过一个帖子 对每一张牌 它的翻盘属性 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述 桃子只是一个球稳型的牌 它不叫翻盘牌 除非你真的是你活下来就有可能翻盘 那桃子叫K牌 如果你不是说是活下来 你就能翻盘的 就比如你是袁硕 你动一下能摸好多张牌 那个时候桃子是K牌 像曹操就不可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打的是吧 这是一把内奸局 刚才打的 曹瑞主张鲁 这张鲁和曹瑞 我们首先就考虑到存活问题 这一局只有第一手南蛮 我当然打完直播我就说了 我只有第一手南蛮 费不费血 这个值得我们深思 因为其实我的定义是 寻遇可能是一个忠诚 然后另一个像忠诚的人是假寻 因为我是内奸 就是第一手南蛮考虑 是可以产生冲突 就产生争论的 别的我觉得还行 这边左辞安旭反贼 这个话神已经很给力了 回合内 安旭 回合外追忆 不就是不练师吗 不练师就是现在 军真片里头 经过统计以后胜率最高的武将 听频道 微妙者 成一期 可以转为为安 救亡史存也 讲道理肯定是假许向中 为什么假许向中 因为假许是一个烈士方需要的武将 除了八号位 这个为什么假许是烈士方需要的武将 这个我在以前的视频里头是出过的 因为假许玩杀和乱武都是烈士方需要的技能 而不是优势方需要的技能 优势方不需要玩杀 那个优势方也不需要乱武 这一波寻育效果非常的给力 该干的都干了 没干的也干了点 然后就干来南蛮 干来南蛮 有两个问题 那个首先我觉得这 主中这边的话是有一点点危险 二我无限想留下 三我考虑到假许可能要开乱 这个我的杀也不敢出了 所以就废了这一滴血 但是作为内奸废不废这滴血是可以讨吞的 如果你打无限保血线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错 这个当时我考虑的比较久 就考虑的久给过了 想的比较多 他就那个时间到了过了的 但是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其实打无限防了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错号 就是维持到满血对内奸来说是好事 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说一下 这一点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但是后头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就当时省不省这个无限的出不出这张杀 出杀的话乱舞飞滴血 我觉得更疼 哪怕这一轮 就是连杀都杀不出来一刀了 这边夹许杀中瑶是跳中了 没开桃园 我去过拆去拆木马 好 这个时候流驾的无限产生作用了 没给对面把木马传出来 我把他拆掉一张桃子 杀一下 哪怕是左定 这个主要还是不想丢牌 弄一下 留下两个谜 留下两个谜 先拿一张杀 这个优先拿杀 就是但凡能有机会 其实这一轮你考虑 我当然也想了 是不是直接应该留杀 因为我觉得甲许下轮应该开乱舞了吧 但是当对方杀你的话 优先拿杀 那个杀一定要拿到手里头 因为如果让甲许乱舞打到张璐 尤其是我有米的张璐 我费底血的话 那是非常亏的一件事 所以但凡这种有机会费血 你就一定要把米拿回来 除非九杀 那我就直接先把杀拿回来 这个时候我的嘲讽有点高 曹瑞双差 主公给了一张桃 保留下我 因为这个时候 对于主公来定义身份的话 他可能觉得我更中一点点 这个更相当一点点 因为他其实我没有开乱 这边安续走 我最需要的一张牌桃 尤其可以转为为安 旧王 二虎金石 猎人得利 寻遇驱虎 打中遥 也就过了 朱将莫 其身 梁草 与天下 杀 贾许 这波主中好像状态 我和另一个忠臣挺惨的 这个但是不管了 刚才我的桃 幸亏这时候 这个时候 免费回血 摸到这一桃 一麒麟弓 简直是解了我燃眉之急了 算是神落魔了 本来安续走我一个桃 我就挺伤心的 这边的话 我们就直接 因为主中好像被反贼压的打 那我们就直接杀曹瑞 好处是我免费回一滴血的同时 我还能通过过牌 再去过牌 完了还能让寻遇卖一波 就各种好处 你们慢慢去想吧 就这一刀 就是震收益无限 不管对内对主中 完了还送一把连弩 送一把连弩 曹瑞那边还能把连弩 名剑给寻遇 完了让寻遇打一波 曹的佐词 帮助我们控佐词 因为佐词这个挺麻烦的 麻烦成什么样的 他本来回合了想乐 加那个 不练师回合内的技能 这个非常强 这个连弩给了曹瑞 也能让寻遇那波爆发一波 好这边 这个就懒得去推阎白虎 推阎白虎没啥用 除非你一波打死他 这边吃吃逃 一会就蹭蹭满血了 特别没意思 中瑶去决斗 寻遇 这边曹瑞拿明连弩 有勒吗 我这波反贼 除非说你稳定打死 这样子的话 曹瑞加寻遇 多少张牌了 你给他刷三张牌 这个决斗 还不如决斗一下 那个红决斗 我们决斗一下假许 这个我觉得打的有点稍拼 我觉得不太好 如果我是假中瑶的话 我是会决斗 假许不会决斗 因为曹瑞有明连弩 这个连弩 你给他过这么多牌的话 是不是特别危险 而且假许 乱舞还没开 这个乱舞对反贼 威胁也非常大 所以这个中瑶 这个决斗 是打的决斗有问题的 盐巴虎也是直接去杀假许 看能不能在假许乱舞之前 那个那个那个 假许乱舞之前 弄弄弄死那个假许 这边火工 火工曹瑞 曹瑞这是要卖血吗 这浪费杀不合适吧 我记得有 等一下我看一下他什么思路 他就 他就单纯的给寻遇回血 但是他 他又看到我两个红是吧 好吧 但是浪费一张杀 我就难道曹瑞全杀吗 我不知道 这个无所谓 他有可能是觉得想乐 杀不够 那个先帮寻遇回一滴血 反正寻遇回血也是给他回血 因为曹瑞求逃的话 大招是给魏国 魏国能给他回血的 所以寻遇回血 等于给曹瑞回血 这这个血多少是以后是还给曹瑞的 所以他直接那个 我这边有个红桃 我这个必须让寻遇动的 因为寻遇这一轮是要帮我打 做词的 帮我打做词的 所以我这个必须 必须那个让他弄一下 这波寻遇有一个问题 我特别奇怪 就是他连弩捡一马 慢了去 先驱虎打一下 过拍给曹瑞 他拆 我觉得怎么也应该拆佐词手牌 他拆加一马 这有两个问题 他的解释是 加一马拆掉的话 一会假许乱武 曹瑞还能杀佐词 这是他的解释 但是我觉得你把佐词的手牌拆掉 他也有可能 可能直接死掉的 对吧 就是你乱武 他费血就行了 曹瑞有杀的话 杀盐白虎别飞雪了就行 而且假许有可能死 对吧 你也不能保证假许稳定的活下来 因为后头还有诸葛景洞 所以他冒了一定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你肯定拆手牌 因为你有捡一马连弩吗 这个我就无所谓了 这边杀红杀继续的杀 中瑶 看能不能带走 因为玩杀杀 是有可能把中瑶带走的 这边颜白虎曹瑞飞雪了 佐词也飞雪了 佐词也没杀 曹瑞没杀吧 他也没杀 就等于拆家一马白拆 你拆到这张酒 佐词就死了 所以我觉得当时还是 这个嘉义有问题 但是我们也无所谓了 这波杀不杀贾许都无所谓 你可以说杖八去拍一下颜白虎 我觉得也可以 因为贾许可能会反贼 当然反贼这个时候 我觉得不会帮你去杀了 给我的话 我就把贾许弄了 一是曹瑞 我觉得死不了 二是曹瑞 贾许欲弄 肯定要死 最少死佐词 有可能连的 诸葛景都死了 这个我就不管了 再加上我们也过出一张桃 也是比较不错 也比较安心 所以把贾许带走也挺好的 那边佐词直接送人头 看佐词那牌一桃一九 我当时 这波 这波那个直接改了 完了把帮我把诸葛景的装备控掉 完了我这样能回血 他还不会发动技能 去拿我的东 拿我的牌 因为他只能发动一次 他的那个 颜白虎的技能 叫啥来 制盗 是吧 颜白虎 这只能放一个AOE 无所谓了 就直接进入主板内 主板内我们就慢慢打了 那就比较头疼 首先先肯定是颜白虎乐一下 强乐 你有你的权谋 我 因为是强乐 所以我不留闪了 要不平时得留一下闪 防止颜白虎杀你 去拿你的牌 我们单条草若 赢一手 就是闪电 这个我曾经在有一个直播里头说过 就我们只要赢这一手就够了 就是 也许你说杀他亏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你虽然米能改 但是米改了也比较麻烦 对方也要过牌回血 你就是说我们只引一手闪电就够用了 给他回血了 就因为回了血 我能过牌一射 这边我留闪了 因为颜白虎要动了 别让他拿了我的牌 我拿走我的乐 乐无所谓 好 这个边决斗 这边决斗 曹月他是要抢八卦阵 我先改一个 维持到一张米的话 能随时随时的什么 他乐也不乐了 他怕我过牌 因为我这个乐是乐不住的 这边吃桃挺爽的 曹月要不要这个无限 但是我现在动不动不动 这个颜白虎了 曹月也开始控控我了 他觉得我状态太好了 当然这个可能就是传导一下 一火二 出版的我们要 他不能乐了 就算能乐也不行 对对对 刚才颜白虎已经发动技能了 能乐他也不应该乐 就是这点我们刚才要重新更正一下 忘了颜白虎是不能乐了 但是能乐的话 他也不应该乐 要不我会一舍过牌的 这边颜白虎撑一下血线 我们继续杀颜白虎 要摸个过拆就好了 刚才那个过拆我也留不住 拿牌 维持住一射 我这个火攻太伤了 直接拿走我的距离和拿距离肯定拿 但是他第二刀拿走我的桃特别伤 这个这个是我组反那里头最危险的一回合 我不想 我不想这样子 这个桃一梅的话 我就不能三血排过了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顺曹瑞有记离 哪怕有加一码也能顺颜白虎 我就不要减一码了 拿八卦阵拿距离 这个青龙叶刀稳定杀一滴血 比这个减一码靠谱 所以我拿八卦阵 八卦阵也算保我 而且八卦阵也随时过敏 所以拿八卦阵要优于 拿捡一码什么的 对 这我的米能随时消耗掉 就是一个好事 先拆了加一 别一会儿 那什么再没距离麻烦死了 现在开始两个人打我了 不能让严白虎杀众 是可以让草瑞杀众的 这就基本上赢了 这个挂闪电 一定注意 我闪电这是意外牌 我这有个闪电 是黑桃六的闪电判定 但是我没有 那个乐 所以还好 就能直接在他过了 完了我这边有两个闪电判定牌 回首 要不还是有一点点 还有这个就乐直接强乐 完了这边赌一下赌一下 那个不要被批就行了 这基本上赢了 我也不打他了 直接把这个闪电弄住 但是这个闪电来的比较意外 有乐我就用了 我也不想拖延时间了 这个最终获得比赛的胜利 今天这两场视频就到这 其实没什么讲的 我觉得最多讲的就是第一局 第一局给大家还是重申一下一些 有翻盘可能的牌 就是当你是一个劣势方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自己如何赢 如何赢的前提 你是要考虑到用什么样子的牌 一直不死 并不是一个能赢的方式 就是你如果说 我要十个逃 他们打不死我 打不死我 你也赢不了 对吧 你一定要是找能翻盘的牌 如果你找不到那些翻盘的牌 你留那种逃 只不过拖延输的时间 这个我在以前的视频 绝对是讲过的 但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就是领悟还差一点点 所以把这个再重申一遍 让大家了解一下 在关键时刻 我们是要找到翻盘的途径 如果你翻盘不了的话 不如认输 咱们下一局浪费时间 是浪费八个人的生命 特别不好 特别不友好 主要是讲这个 那些今天这个视频 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再见 我要播会重播了 凑凑时间 因为这个月 播的太少了 播不够的话 会被逼逼 大家稍微等我一下 有点赞 订阅 有点赞 订阅 有点赞 订阅